除街中统军统齐出手 王浪先浙江无情人 是中统特务头的宣征的远房亲切 正是因为这层亲属关系 宣征把他安排在了中统局的总务科当会计 上海沦陷后 宣征为了方便管理他在沦陷区的财产 特意在上海成立了个中统局苏户区 而且还把他的亲信王浪先调到了上海 表面上是让他掌握苏户区的会计和出纳 实际上就是让王浪先帮他打理他的私人财产 结果没成想 这老王浪先没干几天 就跟中统特务姚云伯、石林森一起投靠了汪伟76号 宣征在重庆听说这个事之后 吓得是魂不附体 他倒不是害怕中统潜伏在苏户区的情报人员被捕 他主要是害怕王浪先把他的私人财产独吞 或者送给76号 为了保护他多年搜刮的民脂民膏 宣征当机立断 电令苏户区的特务们想尽一切办法 不惜一切代价 以最快的速度除掉汉奸王浪先 苏户区的特务们一看这领导是真急了 也绞尽了脑汁 为了打探王浪先的行踪 他们又把刚和王浪先一起投尾的石林森给收卖回来了 这时候正赶上76号调整人事安排 李世群把王浪先派去南京区当会计主任了 石林森听说后 直接就找到了王浪先 问他准备啥时候走 说要给他送行 王浪先也没多想 就把自己出发的日期告诉了石林森 就这样 中统的人根据石林森提供的线索 在王浪先动身去南京的那天早上 秘密潜伏在了他家的弄堂口 当王浪先坐着黄包车刚一走出弄堂口 中统特务便冲了出来 对着汉奸王浪先啪啪啪啪啪 就是一顿乱枪啊 等到江四寻补房的人闻讯赶来时 枪手们早就已经安全撤离了 王浪先被杀后 李世群下令彻查 才知道他是被石林森出卖 于是马上下令扣押石林森 可是负责勘押的第三行动大队的队长杨洁 和石林森马笑天仨人是败宝子哥们 咱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 反正啊还没等压几天呢 这石林森就找机会逃跑了 李世群听说之后啊气得鼻子都歪了 立即派人到处搜捕 还下令说如果他拒捕直接枪毙就行了 和石林森一起叛变过来的姚云伯 一看着李世群真生气了 赶紧找到马笑天说 他可以去找石林森如果找到了 希望马笑天呢能上李世群那儿帮他说几句好话 给石林森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刚才咱说了 石林森和马笑天也是磕头的哥们 所以马笑天呢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要替他说话 其实李世群这边啊也就是一时冲动 因为他对石林森他们本来是非常看重的 毕竟他李世群也是从中统过来的 可以说他们都是老朋友了 结果石林森却出卖了王老仙 李世群说要严惩石林森 其实也有啊做给别人看的成分 现在既然有人愿意替石林森说情了 李世群也就愿意就坡下驴 送给马笑天一个顺水人情 马笑天在得到了李世群说的 如果石林森能一心跟他好好干 他还是愿意把石林森当做自己的心腹 这样的答复之后非常高兴 赶紧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姚云伯 姚云伯听完呢也是不负所托 一个礼拜不到就找到了石林森 并且把他带到了76号 马笑天见到石林森之后 告诉他以后可不能再这么干了 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干工作 可别连累了为他担保的这帮老兄弟们 石林森听完之后啊 也是天地良心这个那个的又独咒发愿了一阵子 马笑天看他说的诚恳也就没再怀疑 直接就上楼去找了李世群 李世群下楼一看到石林森 这会儿我疼一下我又上来 拔出手枪就要干他 姚云伯和马笑天见状啊 又是一顿苦劝了 其实李世群也就是笑笑的 一来啊他已经答应了留他的性命 二来呢他也知道 王浪仙已经死了 就算杀了石林森 他也活不过来了 还不如卖个人情 拉拢石林森死心塌地的为他所用 后来马笑天当场立下担保书 姚云伯也在上边签了名 这李世群才转身又回到了楼上 此后不久 李世群把石林森安排到了 马笑天的第二处当副处长 也算是对他委以重任了 好了说完了中统出监 咱再来个军统的过过瘾啊 钱人龙苏北人 因为长了一脸大麻烦 所以人送外号钱麻烦 这个钱麻烦他爸 是法商电车公司的司机 他姑是在法租界混社会的 而且混得相当不错 人称卢家湾小娘娘 这小娘娘在卢家湾法租界 总巡补房对面 开了一个茶馆 并且和总巡补房的 法国籍的补头结了婚 钱麻烦在法国人办的中法学堂毕业后 通过他姑父的关系 也进了法国的巡补房 当了个翻译 有了他姑父这个靠山呢 这钱麻烦可以说是 在法租界为所欲为是无恶不作呀 不久后他又被提拔成了强盗班的督察长 但是这小子官越大 党子也越大 终于因为干的实在太过分了 连他的法国姑父也保不了他了 被巡补房给开除了 就在大家都以为这小子终于能消停了的时候 他又跟76号勾搭上了 76号在看了他的履历之后啊 觉得这种人渣正是他们急需的人才呀 于是直接就让他担任了第四处的副处长 从此这钱麻烦算是从大鼻子的门下 正式改换门庭 公开当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了 76号的第四处 原本就是李士群和丁墨村等人 针对利用英法两个租界做掩护的进步人士设立的 所以这个第四处上到处长下到打手 几乎轻一甩过去都是美英租界的寻补 这回钱人龙来了 正好填补上了法租界的空白 所以在那之后啊 法租界里发生的几件特务凶杀的案子 几乎都和钱人龙脱不了干系 钱人龙从跟大鼻子混开始 就大肆搜刮民脂民膏 现在跟小鬼伙了 敲诈勒索绑票恐吓更是变成了家常便饭 所以这小子从来不缺钱 整天混迹于旧上海租界里各种荒淫无耻的场合 过去他跟法国人混 只能算是帝国主义的爪牙 现在他跟小日本鬼子混了 可就成了汉奸卖国贼了 既然是汉奸 那他自然而然的也就进入了军统局的出监名单当中 1939年冬天的一个晚上 钱人龙和第四处处长一起 在静安寺路歇乐斯舞厅玩的差不多了 准备换下一场的时候 终于是被人开枪拔死了 开枪的正是这个舞厅的舞女大班盛昌富 盛长富和他的老婆陈青都是军统的特工人员 所谓的舞女大班就是管理和监督舞女的领班人员 一方面他们负责给舞女介绍客人 另一方面呢 他们还负责管理监督舞女 不让他们私藏客人的小费 或者随意的跳槽到其他的歌舞厅 盛长富正是利用舞女大班这个公开的职务 经常潜伏在舞厅的暗处 关注着常来着玩的几个汉奸客人 这一天他看到了钱人龙酒也喝好了 舞也尽兴了 正晃晃当当的往处走呢 便取出了他早就藏好的手枪 悄悄的跟在了他的身后 钱人龙刚走出舞厅的门外 准备下台阶的时候 盛长富掏出手枪 啪啪啪就是几个点射来 钱人龙应声倒地是当场毙命 完成任务后的盛长富 第二天就在军统局地下组织的掩护之下 秘密离开了上海 然后转到屯西去了重庆 钱人龙被击毙后 尸体先是被拉到了寻补房 简单的尸检之后 由家属领回草草入脸 就这样一个帝国主义的走狗 中华民族的败类 就这么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呢